第二天 你爹就带着慈剑末也 前往楚国的引渡 将剑献给楚王 甘将献剑了 甘将献剑了 甘将 备和时隔三年才来 叫姑望眼欲穿哪 回大王 铁胆肾坚硬异常 实在难以辱化 那神剑住好了吗 请大王过目 大王请慎醒 大王神相 没事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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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剑光夺目 可不知道 这风利与否啊 回大王 墨爷剑吹毛断发 削铁如泥 大王 如若不信 可见统顶一试 好啊 墨将愿意笑了 不 孤王要亲自试上一试 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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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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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干师傅能重成神剑 真是可喜可货呀 请坐 干师傅这一次 必受大王的重赏啊 托大王鸿铺 干将不敢邀功 只是这 喝水的时候 可别忘了绝境人哪 裴大夫 此话何意 当初大王执意要找欧爷子 若非裴某渐言 干师傅这辈子 恐怕也难赞头角啊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裴大夫你这么说话 未免太果断了吧 你 告辞了 好 咱们走着瞧 此剑的色泽黑中戴青 其性刚重有柔 真是一把难得的好剑哪 只是可惜呀 可惜 可惜什么呀 这剑长不及三尺 又取了个墨爷的女人名字 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 哎呀 这还不简单吗 那就改成 楚王 定顶剑不就成了吗 哈哈哈哈 大王 问题可没这么简单 如果臣没有料错 干师傅所送来的 只是一把瓷剑 啊 这是一只瓷剑 大王 您可不能轻信他眼 剑哪有瓷熊之分哪 快说 这把熊剑哪 大王 草民只铸了一把剑 哪来的熊剑哪 裴大人 是所惠不成 想嫁祸于我 请大王 铭剑 裴某所惠 裴大人 你笑什么 干僵啊 干僵 我看见不下上千把 从未相错过一支 如果你坚持未造熊剑 那么试问 此剑为何取名墨爷 启禀大王 在铸剑之时 铁胆扇实在难以融化 我夫妻疲惫不堪 妻子集中生智 将自己的头发剪断 扔进炉中 才将铁胆扇融化 我想感谢我的妻子 才取名叫墨爷剑 剑长不及三尺 又作何解释 大胆干僵 你还想异图搅赖 快说 你把那把剑送给了何人 大王 草民没有骗您 你还在狡辩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来人哪 在 大王 大王 把这狡猾的干僵 又拉下去给孤主了 看看以后 谁还敢欺骗孤 是 大王 大王 我毋心力血 为您铸成宝剑 您不贪不感谢 还要杀了我 大王 大王 你会叨叨天谦的 天谦 孤就是天 天就是孤 天龙 走 天龙 走 走 快 快 别让他跑了 快 快 快 娘 爹爹的死 您是怎么晓得的 是你的外公欧爷子 听到消息后 偷偷告诉为娘的 所以 我们迅速搬离了剑路 偷偷藏到这里 否则 这会遭暴君的命门 那么这些年来 你为什么都不跟孩儿说 因为 你还太小 爹惨死在楚国 我要去为他报仇 孩子 娘已经失去你爹 你是娘的希望 无论如何 娘都不会再失去你 娘让我去吧 不行 人家常说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如果我不去替爹报仇 给外人知道 是会嘲笑我的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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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找什么 我要找那把雄剑 去找楚王为爹的报仇 不用找了 为什么 你爹临走之前 怕那把剑惹尸 你爹把剑藏在外面 并没有搁在家里 娘 求求您告诉我 那把雄剑藏在哪儿 娘不会告诉你的 求求您 你这孩子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不 您不告诉我 我就不起来 就算娘告诉你 也要等你长大再说呀 你不说我就不起来 孩子 你还在长身体 你这样不吃饭 会饿坏的 你故意不吃饭 是想伤娘的心事吗 那你快起来吃饭 不 您不说雄剑在哪里 我饿死也不会吃 你是故意气娘是不是 现在这么小 就这么倔强 今天我好好教训你 长大了还了得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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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不起来 起不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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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明天告诉我了 现在外面黑漆漆的 娘要告诉你 你也没办法去找 好好吃饭 明天天亮了 娘再告诉你 好吗 你可不能骗人哦 娘几时骗过你 来点 哥哥 不许骗人 臭孩子 来 快吃